哦哦哦哦哦哦哦 他不是喊出来 谁说喊出来就行了 都行 虽然这么一喊 给外面偷吃小孩食物的三厨 吓了一大跳 你忙吃啥啊 你忙吃啥揍钱他 嘴边 啊你是什么一股味 怎么喝起来骗吃 哈哈哈哈 鸡鸡啊呦啊你这书业 你这随时吩咐我啊 随时随地可以罢我 我再喝点喝 就是上不到 我得你看我得啊 拉锡组 放屁组 然后我还得 发烧组 然后我还得 掌的重组 然后我还得 路的组 全站呗 聊着聊着 虽然声音越来越小 吵着让我给他吃牙提问 我好猫子 都是给狗车的 给驻车的 虽然非要车 三十九度四 虽然听到我说的温度 当时的状态就不太一样了 闭着眼睛就跟我说 他看见了去世好多年的父亲 当时对我心灵的震撼 我现在绝对形容不出来 于是我想到了我多年前 对世言使用过的办法 用酒搓他的手心脚心 难不了 来来来拍摸脑袋来 不行不行 怎么呢 哎呃 老鼠不行 别找脑袋 除了脑袋以外 虽然又自主增加了一些地方 凉不凉了 凉不凉 凉了 怎么办直接放个刀呢 那怎么办 那这样最直接 你就坐这会了 所以等好受吧 好受真好受 嗯小一点 小一点 那先等脚袭啊 不等我 不等我 主要老鼠胃 哈哈 用这个办法呢 姜文还是挺快的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自然终于睡觉了 大家呢 也可以看情况 试一试 早六点 今天是我们吃饭 吃菜 吃的最清淡的一天 吃面条 吃咸菜 你说你怎么回事呢 我没点油呀 你看看我一个草 我一个草 我一个鸡蛋酱 我有关系 是 恭喜你 你得的是瘦身柱 你没掉我刚才冲了 刚才冲了 嗯